社會是完全脫節的 是 因為都看到他們偷東西 偷到嘗試說去白俄羅斯賣 那些片是認到的 現在就給網友逐格看這些片 然後逐個偷東西賣的士兵 便認出來 人肉搜索都起底 然後就可以叫大家去抓他們 如果見到 他們現在網上的匿名者 Anonymous 就是我們說的黑客組織 其實有時候我都覺得他們 他們是不是有個名字 他們不一定要叫黑客 他們叫做什麼 白色不知什麼 忘記了個名字 他們比較善良的黑客 他們有一個 purpose在做 他們這班匿名者 他們說已經 黑了進去俄羅斯的資料 拿了12萬個俄軍的資料 拿了之後 當然會給大家去審判 誰做過什麼 這些都是網絡戰爭 但是你看到 其實這些名者在這次戰爭裡面 他們都有做事 包括之前 試過癱瘓了我們說白俄羅斯的鐵路系統 就試過 令到軍方去操控物資的時候 會出這些問題 另外又癱瘓了俄羅斯航空 這個就是俄羅斯航太 令到他有機會連太空上面一些事項 都可能會出事 試過爆料 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 即我們說的FSB 透露整個事件有他的份 叫扎尼斯基要小心被人暗殺 這件事有關的事 所以Anonymous也很有心 即這次戰爭裡面 即黑客 我們真的說到網絡攻擊這件事 除了俄羅斯會網絡攻擊人之外 其實他也要提放現在很多這些團體 其實因著世界公義 他也會用回網絡攻擊去對付你 這個就是現代社會網絡資訊發達 和社交媒體的威力恐怖的地方 你想想 你在白俄羅斯那些兵 不斷上下DCC TV camera 接著就會被人找出來 這下真是麻煩 你想走 想不認也不行 這件事的暴查出來之後 其實網友都說 今天扎尼斯基會參加聯合國的緊急安利會會議 就是討論這件事 俄國方面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當然明確拒絕 任何關於這個在暴查的戰爭罪行的指控 他們甚至 我讀下他的聲明翻譯過來 情況肯定嚴重 但事實上 他們要求很多國際領導人 不要急於發表聲明 不要急於進行全面指控 而是要求從各種來援 獲取信息 至少都應該聽聽俄羅斯本身的論點 他們甚至說俄國國防部的專家 已經發現了有關暴查材料 視頻造假和偽造的跡象 他們都在聯合國那邊 他們是想提出這個動議 提出這個動議 就說是在安利會提出這個問題的倡議討論 不過這個倡議就被阻止了 我相信他們的阻止 主要就是他們開另外一個緊急會議 就由澤連司機參加討論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 就是派對聯合國的調查人員進去 國際軍事法庭的調查人員進去 搞清楚這件事 現在已經不是交戰區了 大家看看地圖 俄羅斯的武裝部隊 在基庫方面 基本上已經完全撤走了 現在是很快的 為什麼俄國可以無賴成這樣 這件事都很明顯是去做 因為剛才那個Mexa教堂 那張衛星相 其實是差不多3月10日拍攝的 就不是最新的 其實說那時候他們已經 那些俄軍還在那裡 那時候已經掘好了這個聯合國 又不是說這幾天才掘好的 他都可以說到 將這宗的嫁禍給北約 或者說這些畫面 根本是北約、西方 做出來 還有烏克蘭激進分子的挑釁行為 那我相信也很難有人 不會相信他說話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 我知道你說謊 你知道自己說謊 但是這個謊 他也要說下去 大家都知道 他迫著說下去 他也知道 我們知道他在說謊 但是他必須要繼續說下去 因為國際政治 必須用一個謊言 蓋另一個謊言 你起碼也要先蓋一輪 你很難 很少見一開始 當年美國在越戰都試過 戰爭罪行逃穿 美來穿的事件 他一開始他都不認 後來國會去調查 那件事他迫著要認 這個大國政治是這樣的 俄羅斯更加知道 大家看過這場仗 都對俄羅斯的軍人也好 他的政治 大家有更深的認識 就是原來和二戰 那時候那些野蠻人 那些野蠻人 真的沒有什麼區別 他們基本上沒有進化過 甚至 即我們 例如說 美國剛才三文已經說 就是越戰 它是有逃穿等等的情況 就是軍人 有些是不理想的情況 但是他們會反省的 包括他們國內是有制衡的力量 和制衡的聲音去做 這個起碼他們都會去 盡量再避免這些事情去發生 我們不是說他完全對 但是你要有反省的態度 和有一個渠道給他做 但是發覺俄羅斯的盜馬 應該不會做這些事情 就是他們會不會伸張正義 罵軍人呢 就不會的 所以就容許到軍人 就兇了 就是他們知道 他們做什麼可能都沒有人看到 沒有網管 但是其實真的很傻 其實根本現在很多事情 是全世界都在看著 甚至你都不知道 在你被人在拍攝的情況之下 你做了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將來 抓了他們 整班人去紐倫堡 海牙什麼都好 那真的就是 因為你們現在太陽底下 做了這些事情 那就是 大家要知道 就是 網上都有 Mexa 這間的衛星圖片公司 提供了很多這些 抬戰一個月以來 很多衛星圖片 他看回他當時 在報查的圖片 因為他們有太多資料 平時沒有分析 在大概三個星期之前 他就看到在同一條街道上 好像有這些類似的 即是 就是 漁南平民的屍體 已經開始出現了 即是三個星期前 你看回 時序上 其實是差不多 因為我們說 開戰三日至四日 布查附近已經全部淪陷在俄羅斯的控制之下 看回時序是一樣的 而由於 大家記不記得 交戰的時候 幾乎那邊是冬天來的 是寒冬 所以因為氣溫的關係 那些遺體可以保存到現在 遇難的平民遺體 當你的記者進去 看到這些現象的時候 基本上跟他們剛開始遇害的時候 沒有太大區別 所以其實這方面 我覺得烏克蘭 我們說了 我們傾向相信烏克蘭的指控 他現在要做的 就必須要有系統 將這些情況保存 歸類、存檔、存證 來方便 即是聯合國也好 海牙、國際軍事法庭也好 去作為一個以後調查的平靜 這是很重要的 又是那句 俄羅斯說什麼 現在沒有人相信你 因為你說過一句話 你沒有任何的其他佐證 而人家有大量的報道 不同的媒體 不同的影像 多個角度去跟你說 這件事真的有發生過 而當時 在那裡處於控制 能夠控制 那個城鎮的是哪個國家的軍隊 是俄羅斯的軍隊 那你沒有理由 烏克蘭的那些反抗軍 趁你不注意 屠殺二百多個平民 然後在教堂隔壁 挖過這個亂葬崗 將平民放下去 沒有玩 沒有人相信 這件事 其實這個都真的很假 這個謊 如果是這樣 其實兩位覺得 譬如現在 真是很明顯 俄羅斯已經做了這些 種族滅絕這種 殺人民的暴行 會不會可以justify 不若出兵呢 之前可能兩位都說過 如果真是 到時俄羅斯做了一些 好像以前盧皇達 又或者 南斯大夫那樣的暴行 那可能就可以justify 其他國家一起出兵了